不要理会他 不要理他 别理他 也不是想夺走凡哥吧 他就是凡哥的一个 一个小时候青梅竹马的 一个妹妹的朋友 叫我放弃十三 但是他说的很理性很理智的 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很理性很理智的 是吧 对不对哥姐吗 那他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没有 是不对的 他现在跟我抢老公 是吗 不对吗 他说的很对啊 他说的很对啊 就以我跟凡哥的条件 来 首先我们抛开家庭条件不说 我们就说 就是自己的这个个人条件 凡哥人家是大学生 对不对 但用词很难听 就是说他说出来的话 没有让人觉得很舒服 但是他说出来的话 全 全全没有一句 一句不是那个啥的 来刺激我吗 他不用刺激我呀 因为这些事情我自己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 没办法反驳他哥姐吗 你们能明白吗 爱没有那么多讲究吗 你看一下我跟凡哥 我三年级都没有读完了 凡哥是大学生 然后我工作工作没有 啥也没有 然后凡哥自己有自己有自己开公司 这是老总 对吧 另外呢 我呢 我又是结过婚生过孩子的 对不对 然后抛开这些不说来 家庭呢 人家凡哥家里面都是请保姆做饭的 都是请保姆做饭的 请阿姨做饭的 然后的话 凡哥从来衣服不会洗饭 不会做 他来到这边呢 他只会 他来到这边 他会一样的 就是只会煮泡面 然后煮鸡蛋 其他的他都不会 其他的他都不会 什么意思也不懂 在我这个门口 我在厨房 在我这个门口来看我一眼 然后又走了 话也没说 不想那么多 出来了 他就在这儿看了我一眼 然后话也没说 然后就走了 然后又转身 就在这边盯 盯我半天 他的意思是说 我又在说他了呢 还是怎么了 那哥姐们没有给我点关注的 请你关注过 我点一点 没有点关注的 请你关注帮我点一下 然后哥姐们 我们点了关注的 点了关注的 我的两家人们 你们可不可以 然后花一毛钱 我们有 我们有阴浪的 有抖壁的 这里抖 就是花一毛钱 然后加一下我的粉丝 灯牌好不好 亮一下粉丝灯牌 对 谢谢哥姐姐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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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什么车来的 不知道是自己开的车 还是怎么车 我不知道 直接来就在这里 我也没有去看 因为我们这里 公路在我的屋 这个租房的后面 不在前面 所以我也不知道 突然就 就就一个人 就这样过来了 不要自卑 回父母家吗 今天是 我如果不是哥姐姐们 你们让我过来的话 我都不过来了 我今天在我爸妈妈那边呢 然后你们都让我过来 所以我就过来了 女朋友送面给凡哥吃了 我不知道 我看到有带东西给凡哥吃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刚姐们 你们没有给我关注的 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加号 这里有个红色的加号 红色的加号点一点 然后的话 再点一下这个 黄色的这个桃心 黄色的桃心点进去 花一毛钱 加一下我们的灯牌 好不好 谢谢哥姐们 我是一个四川 四川的这个山咖咖里面的 一个少数民族 遗族的哈哥姐吗 竞争对手吗 如果说是真的竞争对手的话 那如果说凡哥他 如果说 这个美女是一个竞争对手的话 那全全只能看凡哥了 你们不要说让我加油 也不要说你一定要对凡哥好 一定要拉住凡哥 不然的话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不是 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是什么 正能量 你们提 你们收到什么提示了吗 为什么都在打正能量 如果说是一个竞争对手的话 那我就该怎么办 哥姐们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这就只能看凡哥 有凡哥定 对 如果说是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就只能看凡哥自己了 那我 我不能说 哎呦 我要变得怎么怎么样 温柔了 体贴了 要把旁哥留住了 或者怎么样 哥姐们 要走的人是留不住的 我不管说是现在 不管说是以后 不管说是未来 我觉得 现在我是这句话 以后我是这句话 我觉得要走的人留不住 他实在要走的话 那就只是什么 那就是 那就是不合适 马尔你还要播多久呀 我想跟你谈谈 但是你一直在播 一直在播 你要跟我 你要跟我说什么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呀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播了吗 我给你聊一聊好不好 你觉得 因为我已经 我在外面等了你很久了 但是你一直都在播 不是呀 我说你有事的话 你就回去 因为 我想跟你聊一聊 可以吗 都聊过了呀 基本上你该聊的都聊了 对吧 你都说完了 你都说完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呀 我也知道就是那天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我上来找你 我觉得自己的确说话可能有点就是太过分了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说我想你心平气候的聊一聊可以吗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都是道理 而且的话你说的话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说你说的不是因为你说的这些我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回复你 就是我想的是你不要直播了 你不要直播了 然后我们聊一聊 我们谈一谈 就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然后你也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可以吗 其实我在外面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哥姐们那我就下了可不可以 我要不要关播 哥姐们我要不要关播 关还是不管 我关了要不就就跟就是这个小雪对吧 我跟跟小雪去聊一聊 不要关吗 不管吗 不管吗 都说不管不管呢 不管都盛起来了 他们知道你不要关吗 嗯 我在跟家里面聊天 那我怎么和你聊了 我来都来了 我也是抱着诚意想来跟你聊一聊的 没有想过说搞什么混话呀之类的 那你你聊吗 你聊吗 你我把手机放一下好不好 你有你有那个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恶意 我知道的 你说吗 你说吗 那我这样说他们也会听到呀 对呀能听到的呀 那他们肯定就会觉得我是在 就是那你要说什么吗 就是那你要说什么吗 不会呀你你如果说是真的那个啥 那哥姐们如果说你说的是对的 大家大家也都会那个 对吧不关是不是哥姐们 关不关 关不关 关不关如果你说的都是对的 那 我相信直播电人也会那个 我相信直播电人也会那个 不能关吗不关是不是 不关就这样开着聊吗 你你要说什么你说吗 不会哥姐们不会对 恶意的去针对谁的 我我想问你 我真的想问你一下你的内心 就是你喜欢凡哥吗 我肯定喜欢凡哥呀 我如果不喜欢他我 那个啥呢 我也不会说一直 干嘛可以要钓着谁呀 不是那样子呀 那你觉得喜欢和合适 哪一个更重要 喜欢和合适哪一个更重要 哪个 但凡哥也没有觉得 凡哥他自己的话也没有觉得 我跟他不合适呀 嗯 对吧 凡哥也没有说跟我不合适呀 这是你觉得你们在一起 是一个长久的路吗 我觉得 你可能你可能后面哈 我觉得你会受伤的 你知道吗 我是想告诉你这一点 你坐嘛 你坐嘛 我也坐嘛 坐嘛坐嘛 但是你那个会看到我吧应该 你可以坐旁边吗 你坐旁边我让他们看 我就就对着我自己没对着你 你也不用怕呀 而且他们那个啥哥姐 这样看不到我吧 看不到 哥姐们你们说那个啥 而且你说看到的话 他们又不是没有看到过 那个 哥姐们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有没有看到过这个 就是凡哥这个朋友 有没有看到过 有没有看到过 是长期 我不是很想出现在你的镜头里面 我只是想跟你讲一下 就是 首先我这样跟你讲吧 我对你是没有恶意的 我知道那天晚上我的态度可能有点过了 但是我对你没有恶意 但是我也想你认清一个事实 你们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和凡哥一直走下去的话 不管你爱他还是他爱你 你最终都会受伤 你会受伤的你相信我 看到过他是不是哥姐们 那凡哥的朋友说的对不对 最终最终我会受伤 是不是哥姐们 哥姐们 我是不是最终都会受伤 是不是会受伤 最终我会受伤 是不是 就是这美女说的很好 对不对 最终我还是会受伤的 是吗 是不是哥姐们 我是不是最终会受伤 不是 不会吗 会不会 会的 你相信我 因为你们的差距太大了 可能你们现在认识不了你们身上的差距 没有我这个是我是知道的 所以 所以我也一直一直就说让凡哥那个 我说不行的话让他离开 我也是说过这个东西的只是 反正他不走 知道吧 是你也不想让他走吧 对吗 那这个你都看出来了 其实我这样说吧 就是我知道 你是一个就是很朴实的农村人 你的心你也很单纯也很善良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说 就是因为你这样和凡哥的差距就是在这 我还不怕你太投入了 你现在如果不和他分开 你觉得你们有感情 你舍不得 或者是凡哥对你有感情 但是因为你们的差距太大了 有可能真的是走不到一起的 那时候如果你真的投入感情之后 你一个农村女孩 然后你那么单纯 当时候受伤的人绝对是你 你知道吗 我只是以最不好听的方式和最不好的角色 讲出了 这个道理 我知道我知道 我相信直播间虽然说我我不知道你们对我是什么看法哈 但是我觉得你们你们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你们认为阿尔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很善良很朴实很单纯的一个姐姐 是吧 那如果以后万一凡哥辜负了阿尔的心 他们父母阿尔的妈妈根本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然后阿尔这样的家庭环境 这样和凡哥在一起的话 他的父母凡哥的父母也是不会同意的 那到最后如果说硬生生把他们拆散的话 你觉得谁受伤最多 不要听他讲吗哥姐们 可是哥姐们你们你们会跟我说说我太那个了 就是说我太不自信或者说我太没用了怎么样子 但哥姐们你们能不能听得出来 就是这个美女说的都是对的 你不怕你最后受伤吗 我觉得我倒无所谓 我又不是说你真的太单纯了 因为你不怕受伤因为你没有受过伤害 没有那个美女 我经历过的事情可以说真的比你们走的路还多 但是你想吗我也 我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很善良很单纯的人 你知道吗我对你没有恶意 只是我想真的是有一句话就善意的提醒你 我也不管就说凡哥喜不喜欢我或者说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他有他喜欢别人的权利 对吧 你也有你自己喜欢 你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 我也有 我不会去强求任何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不合适的话 我只是以我 就像这就简单说吧 可能他们是你的粉丝 他们会维护你 但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人 你最终会不会受伤害 被这个美女洗脑了吗 哥姐姐们我不怕 但是我觉得她说的对的 知道吧 好像也是对的 只不过说 只不过说你说我 我会受到伤害 我会不会害怕 但我不会 因为我是一个过来人 我什么都没有经历过 我什么都经历过 知道吧 我是我自己是什么都经历过的 我肯定是不会害怕的 那你觉得 如果最后你们没有走在一起 你想过最坏的结果没有 你说你什么都不怕的话 我知道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到时候樊哥也会受伤 是这意思吗 对啊 因为你消耗了她 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她自己有公司 还有自己的事业 哥姐们对不对 美女 这个美女说的对不对 然后樊哥朋友说的对不对 她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就 美女说的对不对 到时候我会 可以让樊哥受到伤害 我最终什么都不能给她 然后让 让樊哥受到伤害 是不是哥姐吗 她现在事业也不要了 家庭也不要了 所有的都丢上不管了 然后来到这里 如果有一天你们也不能在一起 没有啊 她公司不是还在做吗 但是你觉得一个老板都 心思都没有在上面呢 她做什么呀 你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吗